欢迎来到网商世界 今天想讲讲股神现金破身高 最近有大量减持银行股 有些是清晒仓,有部分没有持有银行 有一只科技股减了一半 是不是经济衰退未来呢 他为何保持这么多现金呢 这个很有趣 现金这么多年历史新高 人人都有很多股市的时候 他的货币是很多 但货币是否代表他不玩呢 当然不是 他怎样都有很大量的货 还有9月现在 若果真的有事 我有讲过的,美国是够股市的 中国和香港是够楼市的 9月的时候又可能是减0.5厘 减息已经在全球开始了 但日本相反是加息的 他加息之后的钱就走了 但普通人应该怎样做呢 是很过人的 其实股票都可以不玩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说得挺好的 有钱人呢 不代表他的钱是由股票而来的 是少于5% 是由股票赚钱而来的 即是说这些股神下的情况 是很少数的 很少数的 只是说投资 就投资到很有钱 而大多数都不是靠股票 这本书是一个德国人写的 我觉得挺有趣的 我去patreon会再和大家分享 因为我看了他觉得挺有趣的 好了 大量减资银行 即是去富国银行 美银那些都沽了很多 摩根大通也是 摩根大通好像沽清 没有货 哪只科技股呢 他就在那只苹果 苹果已经减了一半了 比亚迪就减了 不用披露了 所以他其实沽了很多货 很多钱 究竟这些钱是拿来 再入市买东西 还是怎样呢 我当然不知道 但是普通人 跟他做的规模是不同的 因为你买得太少 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有这麽庞大的资金 你才能买到效果 要不然 其实你每年十多二十个百分比 就是顶弄 你跟他就算他 一模一样做 都是只有十多二十个百分比增长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是不行的 很简单 譬如你月入三万 那你当有十多二十个百分比增长 那你慢慢存钱 其实都存不了很多钱 就是有数据 你可能如果收入只有三万 那当你存到两万 当你存到两万 一年都是二十四万 十年都是二百四十万 就算是複色效应 都是太小的 你都是只有几百万 就是十多二十年 你都是只有几百万 那其实 你如果是通胀 都蠶食了你大部分 其实你真的多的钱是很少的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是股票自负 也股票是很容易中伏的 那为什么呢 这个是挺有趣的 股票就好像你的赚钱能力 是会随时变化 譬如最近intel 一天跌25% intel 曾经是 CPU 里面是一哥 每个人都欠买intel intel 是最好的 那时候 但是现在一出 有其他的晶片 或者有其他的架构 它是直接outday到这个地步 好像Nokia 那样的 就是iPhone一出之后 Nokia就一直不停跌 那这个情况就一模一样 就是说你做生意 是会变得很快的 你一条路走不通 就可以完全被人打败 是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以股票就有这个问题 也都好像你打工那样 你不是打工和买楼有什么不同呢 都挺有趣 那你打工呢 就是说 若果你现在一层楼 租一万元的 我五千元租出去 那你一定会有人租 但是 若果你现在两万元人工 你减到一万元 有没有人一定会请你呢 未必的 所以呢 我们去到最终的一件事 就是 当你在一间公司 你的生产力提升了一倍 那你会赚多钱 那你就会赚得更加多钱 但是 若果你是一个打工的 就算你身金不加 或者甚至减薪 都不代表你会被人聘请到 因为你的财能是没用的 就像这些公司那样 再跌一半 可能是否真的值得买呢 未必 因为他根本就赚不到钱 所以重点 就不是说 那个股价便宜不便宜 而是他的赚钱能力高不高 就跟人一样 所以呢 有些人为什麽 那个收入那麽高 或者赚了那麽多钱呢 其实是跟他自己本身的能力有关的 那我上次也说了 有五种能力的嘛 人是有五种能力的嘛 人是有五种能力的 若果你只是 focus在 两种 即是知识的能力 以及技能的能力 你就是很有限的 因为你没有知了五种能力的嘛 你一定要连后面的能力都有 那你才可以赚到钱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做杠杆 杠杆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用杠杆 但是呢 银行呢 杠杆是做得最多的 为什麽去沽银行呢 其中一个有可能的事就是 银行呢 是拿大家的钱呢 就去投资出去的 银行亦都可以印钱出来 去借给人 那你借给你的时候呢 你有个欠债 而他呢 就有个资产 那 但是银行呢 由于想多赚钱呢 他就会在好事的时候呢 就乱借 借给一些呢 根本就无力上还的人 那于是呢 他呢 就一直是这样借 就是他为了要谷个生意嘛 但是去到那麽上一刻呢 因为当你经济突然间转差的时候呢 那些债债是还不到钱的 那你一还不到钱的时候呢 就要怎麽算呢 银行就根本是资不抵债的 那是靠什麽呢 就靠政府去救 那未来呢 政府呢 应该呢 是会救这些银行的 是会有一件事出来呢 因为之前呢 直谷银行那些其他呢 其实他很巧妙地 做了一个机构 就代政府借钱出去的 不过呢 我想是很少人看得到那麽细节 大家自己可以去查一下是什麽的 那他就做了一个机构呢 就用一个不是正式的方法呢 去救这些银行 还有呢 他很多时候呢 他里面的账面 有那条数字 但其实那条数字已经不在了 那我之前都有讲过 那你自己去理解一下 看多些新闻 或者去研究一下这些经济理论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那但我当然了 我不是股神 我不知道他是否这样想 但是银行呢 是一个 就是如果经济下降的时候呢 是最容易出事的其中一个机构 因为他有很多账款 其实已经是收不 就是很有可能 就变成坏账 不过我们现在暂时是推测 我也是亂说的 那你自己去细心去想一下 究竟是否 还有究竟股神 为什麽突然要大手减持银行股 那他之后后续是怎麽呢 留给大家自己去想一下 那你觉得有用呢 赞、赞、分享给朋友 大家留言、讨论 那总之 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那想清楚才可以做 我常常都建议大家 想清楚才可以做 那另外呢 我有一个帖 是 我看到是挺有趣的 那有时呢 这附近呢 都是 网络平台 有不同的 post post 出来的 我通常都会打这些字 那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看下 我IG 或者其他的 Facebook 那边的post 那我那天呢 就看到一段 是讲得很好 真的 有钱人的资产呢 并不是他的名车呀 并不是他的物业呀 并不是他的老婆呀 等等 这些全部都不是资产来的 那有钱人的资产是什麽呢 我觉得 说得非常之好 有钱人有一种资产是我们都没有的 所以呢 他们就是有钱人 所以你就不要看这个表面 表面就好像 哎呀我持有大量的股票就是有钱人 并不是的 这个是结果来的 原因并不是在那里 那所以很有趣的 就是 我为什麽要开个台呢 就是 我发觉了 实质操作 和书本上讲的东西呢 是完全不同的 和经济运作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 就觉得非常有趣 我才研究的 那我在这儿和大家分享一下